什么2020年竟有润年、润月、润日国师来解惑? 229这特别的日子,民众都知道四年才会出现一次,因此这天出生的民众常会被调侃四年过一次生日,四年才会长一岁。 不过您知道润年的由来吗?您知道2020年不仅有润年,还有润月、润日,人称国师的命理师杨登科,特别向民众说明润年、润月、润日的由来。 229这特别的日子,民众都知道四年才会出现一次,因此这天出生的民众常会被调侃四年过一次生日,四年才会长一岁。 229不过您知道润年的由来吗?您知道2020年不仅有润年,还有润月、润日,人称国师的命理师杨登科,特别向民众说明润年、润月、润日的由来。 西元年的制定是利用太阳的运动而来。 一回归年是指太阳在天上运行,连续两次通过春分点,太阳直射地球赤道的间隔时间,称为一个回归年。 Tropical Year,实际长度为365.24219天。 这是真正的一年长度,国立立法上的一年长度则为365天,称为一历年。 Colendar Year,回归年会比历年多出0.24219天,相当于5.8小时。 如此一来,累积4年后为0.96876天,几近一天,为修正之。 故国立立法中有润年制度,每4年会多2月29日一天。 2020年润月在农历4月,润日是新历2月29日,因此2020年有润年,润月,润日。 历年比回归年的时间总是少了一点点,累积4年后多的0.96876天,与真正的一日上差0.03124天。 如果不间断地按四年一润的方式修正,百年后将累积成365乘号100加25等于36525日,又比真正的一世纪日数少了。